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啦 那這上面有藍色的線 藍色的線我用黑色的線代替 他有紅色的線 他說現在呢 是藍品國中三連甲斑跟乙斑 甲斑的話是藍色的也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話是甲斑 那紅色的話是什麼呢 是乙斑 紅色的話 是那個乙斑 紅色的是乙斑 好 然後現在的話呢他是說 甲斑兩班 每班呢 各有40人 也就是說 總人數 都是40人 在週休二日溫習功課時數的累積相對次數分配折線圖 那試問 這個是相對次數 這是累積相對次數 百分比 好 那麼他們說 第一小題 哪一班未滿60小時的學生人數較多 未滿60小時 未滿6小時 講錯 未滿60小時就是 未滿6小時 哪一班未滿6小時的學生人數較多 未滿6小時 就是6小時以下的 6小時以下的紅色的就是乙斑 他有20% 假斑他有15% 所以未滿 溫習功課未滿6小時的 是乙斑人數較多 乙斑人數較多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哪一班12小時以上的學生人數較多 12小時以上的 12小時的話 12小時在這裡 以上的話 那就算他的差 紅色的是100 我們看假斑 假斑他有幾% 100減75% 就是25% 這是假斑的 這個 超過12小時以上的 12小時以上的 有25% 那乙斑他有幾% 100減掉80 100減掉80 就20% 所以假斑人數叫做 假斑比較用功 所以答案的話是假斑 第二小題是假斑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假於兩班 在6到12小時 6到12小時 的人數相差多少 6到12小時我們看 我們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黑色的 黑色就是假斑 假斑就是 715% 減掉20% 假斑的話 有幾% 75減掉 75 減掉多少呢 他是6到12小時 75減掉 15小時 75減掉15% 75減掉15% 這是幾% 這是60% 那乙呢 超過一半 那乙呢 乙的話 他6到12小時 80 減掉20 80減掉20 一樣多啦 也是60% 所以是一樣多 相差多少 相差零人 就是假的 就是60% 減掉60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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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% 乘以總人數 總人數的話呢 是40 但是零嘛 所以是零 所以一樣多 相差零人 只能之間 誰 等於 這次 全 積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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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